人家說 如果要實際一座三室 就從生菜市開始 林寒雞 這條本來已經讓人放不記得的暗雞 現在已經變得這麼漂亮 今天是我們七個月要辦葡萄 感謝新郎代表 北宮跟葡萄說 不比我們的家庭老闆 大家成立幸福 賣手入圍 我再介紹一下就是說 其實每年到中元節的時候 整個龍潭的城區 然後往龍原宮方向是上街 然後往龍潭大使方向是下街 那我們這邊算是桃園市龍潭區 商業發展促進協會所舉辦的中元普渡 那我們其實主要針對的是下商圈的部分 在準備要做這個普渡前一兩個禮拜 我們就會開始去拋很多的店家 就整個龍原路 南龍路的店家 然後我們會去籌資 把所有的一個經費呢拿來去 比如說做這些場地佈置 請法師 然後甚至有電子花車等等 所以等一下你晚上呢 還有看到一台電子花車 就擺在我們龍原路另外一端 那等於說把這個地方也吵熱鬧 然後讓好的兄弟姐妹呢等等呢 然後都可以來跟我們一起 然後共度勝貴 那我相信其實在這個鏡頭 鏡頭應該也有很多 很多好兄弟姐妹跟我一起入鏡 但可能大家看不到 看不到 對 那我們下午大概三點的時候 就開始去 禪布我們這些桌子 等下擺很多的貢品 像剛剛就是我們就去到龍原宮 上伯宮跟夏伯宮 就上土地宮跟下土地宮 然後去把他們迎過來 對啊然後去一起 然後去做一個祭祀跟供奉 對啊然後所以等一下呢 一定是越晚越熱鬧這樣 現在的林壇街是以前的前身是第一次場 從以前龍原路是整條龍原路在普渡的 後來因為大家要做聲音的關係 不方便 影響交通 然後才把它弄到這邊來 就由這邊已經弄了 應該有三十來年有了 一般我們拜這個普渡的話 就是要請龍原宮啊 還有上伯宮還有夏伯宮一起來作證 就是說讓這些好兄弟不要亂來 大家不要搶 維持秩序的意思 以前老人家傳下來就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就照老人家的方式 這樣來那個 每年我們這邊會辦一些米食 比如說炒米粉炒麵啊 還是煮一些湯的部分啊 甜點啊還有麻糬給大家享用 那大家點心吃完以後 我們就差不多六點時候 我們就開始燒香 開始拜拜 我們拜拜這邊還有請 那個道士來先進禮戰 我們拜完的東西 有的也是分享到孤兒院去 像我本身今年就十二包的米 就是贊助給孤兒院 因為他們那邊都沒有什麼資源 那我們就是我們拜的 我們東西有到那麼多 我們就順便送給他們 給他們來享用 原來是我們老街啦 老街這邊的補度啦 後來是因為有林檀街 林檀街這個新湯的也加入 讓我們這邊增加滿多的人氣跟光彩 但我覺得這幾年比較有趣的事情 是說本來這條街大概在 從2004年左右到2016年 它其實有十幾年的期間 它都是全黑的一個狀態 那從2016年到2017年 然後其實像我還有很多的年輕人 就進來這個地方 開始去掛燈籠 然後去做 重新把整個街區做活化 那讓很多年輕人 然後進來這個店家 那我覺得其實這個普度 它就轉譯成一個更有趣的一個形式 就你可以看到說 其實這個街區走的是 是一則比較偏向文青風格的 就上面是一個文青風格 還有旁邊 但是下面你可以看到 普度那些桌子上面擺的 其實是一個很傳統的一些貢品 對啊 然後所以說 它就呈現了一個文化性 就不管是年輕或是傳統 然後或是世代的一個反差 但是它卻很有趣的 共融在這整條街區裡面 然後把這樣的一個儀式 跟節慶辦起來 然後這是我覺得 比較有趣跟感動的地方 你知道嗎 還有一遍 這會不會也是 有些人 我愛的我的朋友 還有一個人 有些人 會不會 還有一個人 會不會 有些人 作詞・作曲 李宗盛